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探电视频 本期是一期我们去Flee Market收获的视频 今天是周二 早上起来我依然去了这个跳踏市场里面 那么是购入了如下内容 花的钱并不多 但是是买到我的新卡里面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里面的话呢 是我买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坦克 待会来我来看这个细节 这些的话呢 就是我在这个各个他们进行一个购置 那么价格的话也非常的逆天 我们一次来看 好 首先这边 这一套的话其实是我最后才购入当中 就是我都快走的时候啊 那么才进行一个购入的 这一套的话 它本身是一个桌游 叫做这个Axis and L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Axis and L 叫做这个周星国和这个同盟军 这一款桌游 那么这边的话呢 是这些桌游的卡片 包括这些这个坦克的一些这个介绍 那么这一堆的话呢 是多少钱呢 我先说一下 那么这一堆的话 首先我在网上稍微查了一下 单个坦克 那么比如说像这辆啊 这辆的话应该是这个当年苏军的这个T3476坦克 因为口径的话 76毫米口径 像这样一辆的话呢 差不多应该是二三十美金一辆 那么里边的话呢 是有三十到四十辆这样的一个坦克转车啊 大小这个知识不一 多少钱呢 我其实当时老板没在啊 那我就看到有这个东西 后来的话呢 我就心想 如果一辆的话呢 是两三美金的话 我觉得肯定是逆添价格了 然后最后一问多少钱呢 这一堆价钱的话呢 才卖三十美金 我是完全没有看见 直接购入当中 那么老板也特别开心啊 并且还送了我一个小的这个雕像在这里 另外的话呢 就是这是首先是所有的卡片啊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一小盒这个小人仔 然后下边的话呢 还有这个棋的这个棋盘 和这个一些地图等等 这一套老板说是 当时他在这个去这个大会的时候 是玩过一次 结果就放到柜子里面去了 也时隔多年 好了 我们现在看一看 那么这个呢 刚才已经看到过了 那么这是这个T3476 下方的话 有写的年代啊 是2007年的时候出品 那么这个的话 我觉得涂装非常非常的不错 那么适合给小朋友们 进行一个摆放和玩耍 就了解坦克 那么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随便看几辆啊 我们看到他的涂装的话呢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 以这样的一个小比例来讲啊 那么是一个很不错的 一个一套啊 包括这个Sherman Tank 这个馒头啊 好 那么大小不一 我觉得非常适合拿回来 进行一个玩耍和摆放 也有这个小个的 可以看到 还有这些这个德军的一些装甲 我们看这边 下方 还有啊 那么这个特别像 特别像是这个像这个海洋堂公司 之前出过一款一个盒来 咱们也测评过 那么是这么多 那么是大小都有 也有一些脚小个的 我们看一下 比如这个的话就是一些脚小个的 一些这个装甲 这边的话呢 还有一些这个坦克呀 装甲车呀等等啊 那么这是一堆 非常非常不错 还有一些这个小人仔啊 来看一下啊 这小人仔涂装的话呢 也是 感觉一般 小人仔就是一般啊 但是载具都好觉得 就绝对是没得说的 那么可以当成一个展示物 好了 那么这就是这一堆 这个的话是老板进行一个赠送啊 来看一下 这就是他自己做的这个事啊 好 那么再两边来看 这一套的话呢 是我们拉扑的就是大富翁 这套已经有年头了啊 那么但是的话 我发现啊 这套的话 它是全新 看一下 打开之后 里面的话 这是这个棋盘 然后里面的话 包括这个钱没有打开 指示物的话呢 也就是全新的状态啊 都是一个全新卑线状态 那么这一套的话 我的购入价格非常非常一天 仅为两毛五啊 就是一个quarter 非常值 因为我儿子最近特别迷恋这个游戏 有这个单心情玩耍 好的 那么这是两毛五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买一块钱 一美金 那么也是有年头了 它是这个钥匙链的形式的 这个风火轮 那么非常非常小 可以看我的手指头啊 非常非常小 那么是有两个钥匙链 可以平时进行随地玩耍 那么非常具有这个收藏价值 好 再往下 那么这一堆的话 是两毛五一个 这一袋是托马斯小火车 可以摆放场景 我的小儿子这样可以进行玩耍 两毛五一袋子 好 这一袋子的话 应该是micromachine 就是这个小的这个车辆 这一套的话 其实每个应该都不便宜 但是这一袋子的话 也是两毛五啊 非常非常的逆天合直啊 小车的话 也都非常非常精致 有点像咱们小的时候玩那种小车 好 那么再往下 这是契乐广源 那么也是两毛五一辆合金的啊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这款的 其实当时我特别特别喜欢 这就是他们的电影里面啊 这个Mac BigMac大叔 他的话是作为这么一个解说的一个样式 也是合金的 才两毛五毛钱 好 那么合日秘密的话是一块五 好 这个这个的话呢 是应该是Matchbox公司出的 我们来看一下 没错 Matchbox公司出的 这是在76年的时候出品 这套的话呢 我是有一个 那么现在的话是可以 又买了两个 这两个是有加起来五毛钱 是可以摆成一个小的一个战队了 那么这个地方可以进行一个旋转 没问题 两个是一模一样 都是完好无损状态 这个的话也是这毛五 好了 再往这边来看啊 那么居然还看到了漫画书 这是这个Demon Sleer 就是鬼灭之刃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英文版本 呃 它的售价的话呢 是9块9毛9 这是店里的售价 但是的话 我是在这个挑战上 购物当中啊 一块钱一本 全新的状态 好 那么这是第一本 这是第二本 呃 第二本的话 我看一看啊 它基本上的话呢 应该是已经完成了修炼 这已经看到这个五彩了 然后进行一个打斗啊 这个也是名场面 好 那么这两盒车的话呢 是1块5毛钱 一盒 也是我刚到的不久发现的 那么这个是这个Monster Track 还有这样一个小车 正好俩儿子 一人一盒啊 谁都不用打架 苦情玩软 好 那么这辆车的话 之前出过一个老版本 特别特别的贵 这是一个全新复刻 好 再往下 这是拼装玩具 那么有点乐死于乐高 但是它是这个MegaBlock 拼装是小车 这一盒的话呢 是1块钱一盒啊 这还进行玩软 非常实在 里面很多片数啊 有这个98片的 那么非常不错 然后再往边上来看 这是海底小精灵 一个角色 只有几个 那么之后的话 会进行一个 集体的一个测评 好 再往下 这是麦当劳的玩具 那么是咱们前面 已经测评过了 这期节目 那么也是1块钱一个 这个的话 其实这个 这两款特别特别的稀少 那之前的话呢 我是有啊 现在应该可以再凑齐7套 整套的 一共是20 应该是23个一套啊 好的 那么这个的话 是这个Burger King的玩具 一个钱一个 你的全新伪拆 这个也是一个建一个 好 最后就是这个东西了 那它的话呢 别那么小 卖2块钱 但是的话 我毫不忧愣够囊重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话是这个 Pocket Power 翻过来一看 它是在这个8万年的时候 由世家公司 进行一个出品 而且非常具有可玩性 怎么来玩呢 首先上方的话呢 是一个编号 17号的一个四驱车 然后把它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 我们看看下面 这个车的下面是长的这个样子 然后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可以进行一个向后的一个回拉和锁定啊 就像是这样啊 看一下 好的 就像是这样 那这个的话是一个锁定的状态 那么如果我们按下这个地方的话就会弹出去啊 有这个 哎 弹射功能啊 非常的这个劲道啊 这个的话我觉得非常不错 那么eBay应该是买10美金以上至少啊 那么也是一个老物件了 那么对于这个 我非常喜欢小车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够入囊中 那么这些的话就是我今天的够入 虽然花的钱并不多 但是确实是买的了都是一个 我不管是我心意的 还是我儿子的心意的 一个玩具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 每周一次啊 周二早上帖去逛了个摊啊 收货不错 收货们 好了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